世界上有两个小国家 名字的简称一模一样 人们为了区分他们 不得不在他们的名字后面 加上首都的后缀 以作区分 不过他们命运天差地别 一个穷困潦倒 一个却富得流油 你们知道他们是什么国家吗 来吧地理 听八哥讲地理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日常生活中 遇上同名同姓的 也够尴尬的 尤其是同个班的 为了区分 有在名字前加大小字的 又或者直接叫小名了 总之为了区分开 什么招都会使出来 就有这两个国家 名字是一模一样 两个首都几乎同城 它就是刚果 我们先定位到非洲刚果河 就是这条河 把两个国家隔开了 河西的刚果 国名是刚果共和国 首都是布拉柴维尔 简称刚果布 而河东的刚果 国名是刚果民主共和国 首都是金沙萨 简称刚果金或民主刚果 两个国家都是因为靠近刚果河而得名 其实他们本来是一个国家 叫做刚果王国 不过这已经是13世纪的事了 后来随着西方的殖民和民族解放 刚果王国阴差阳错的变成了现在的两个国家 不过因为两国都信仰刚果 所以没有改名 于是国际上都在后面 加上他们的首都简称一座区分 刚果金和刚果布 两个国家虽然离得很近 但因为他们是一个国家分别独立出来的 所以两个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友好 就连命运也并不相似 我们先来看刚果金的地理位置 位于非洲中部 国土面积234万平方公里 人口超过7700万 排名世界第17位 但是因为这里矿产丰富 金子特别多 所以这里经常发生冲突 部落之间为了金子常年打仗 而这里的中央政府比较弱 无法控制整个国土 所以联合国时常派维和警察来 刚果布位于非洲中西部 首都为布拉柴维尔 刚果布东北部为海拔300米的平原 是刚果盆地的一部分 南部和西北部是高原 高度在500到1000米之间 它的国土面积已经有34.2万平方公里 拥有长达150多公里的海岸线 人口526万 虽然它面积小 人口少 但它的经济却很发达 进入了非洲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刚果布的人均GDP在2018年达到了2148美元 而邻国刚果金的人均GDP却只有562美元 再来看看他们的首都 将镜头拉近看 刚果布的首都布拉柴维尔和刚果金的首都金沙萨 距离很近 几乎同城 但布拉柴维尔的人口几乎是金沙萨的十倍之多 经济发展城内建设也远远好于金沙萨 刚果布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 经济的两大支柱是石油和木材 截至2014年 刚果布已探明可采石油储量约19亿桶 天然气储量约1000亿立方米 同时还有其他很多金属矿 刚果森林资源丰富 面积2200万公顷 约占全国面积的65% 资源丰富到了一定程度 即使是木头也能大量出产 80年代初因大规模开采石油 经济迅速发展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度达到1200美元 进入非洲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不过富于石油也穷于石油 1985年后 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下跌 经济连年滑坡 陷入严重困境 后来又经历了各种其他风波 导致经济一直没有起色 1999年下半年起 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上升 石油收入增加 经济形势逐步好转 这次钢果部吃一馅长一智 知道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政府重点恢复和发展能源 水利 交通 通讯和教育等领域 加大对外开放力度 改善投资环境 钢果部财政收入明显改善 再来看看钢果金 地处非洲中部 西部有狭长走廊通向大西洋 钢果金坐拥世界第一大盆地 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 丰富的矿产资源 也是非洲最大的铜生产国 森林覆盖率53% 约有1.25亿公顷 占全非洲森林面积的47% 水利资源极为丰富 被誉为非洲的心脏 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是什么让这颗心脏跳得如此艰难呢 我们先来看看普通百姓 穷到什么地方呢 他们的房子都是清一色的低矮平房 房屋基本没有窗 门也没有 屋顶上面铺着草 砖瓦房根本盖不起 遇到下雨天 房子非常容易漏水 吃什么呢 当地的主食是玉米和木薯 他们烧开水 将玉米面加入水里搅拌 持续搅拌之后 干稠的就是主粮 玉米面在中国都没人吃了 都是给猪做饲料 稍微富裕的人 吃的是一种玉米粉和木薯粉 混合加工而成的面粉 这种虫子也是他们爱吃的 小孩子上学 由于村里没有学校 想要上学就得爬山涉水 通常小朋友得步行好几公里 不过一般念完初中很不错了 贫穷只是他们的恶循环 那么钢果金 前面我们说到 本身优势就不错 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 缺乏轻工业 钢果金没有水泥 没有焦炭 没有钢材 于是几乎一切基础设施建设 都要依赖进口 另外一点 那么穷的国家物价 却是相当的高 当地没有生产型的工厂 几乎没有 大部分都是依靠周边国家进口 因此造就了高物价 低廉劳动力的国家 还有这个世界最大的钢果盆地 下来镜头可以看到 钢果河也在这里传过 虽然给当地带来了优秀的资源 但这里形成了大片的热带雨林 这在人类早期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但在现在更多的是隔绝了人类的交流 对文化和经济发展都有阻隔 钢果河在非洲的西海岸 也有一个出海口 但与其他的出海口不同 钢果河的出海口 没有因为河流携带泥沙的冲击 变成三角洲 没有三角洲 就造成了无法如同上海一样 在入海口形成可供人居住的大城市基础 所以即使钢果金的首都离入海口不远 但是经济也没有起色 不仅如此 那里的黑人比较懒散 就算是年轻人也无所事事 据统计社会失业率高达80% 不过他们生活条件差 但却生性乐观 也不忘自娱自乐 那儿矿产丰富 生活用品匮乏 有不少人看到商机暴富的 很多大型企业投资 不少华人来开店开工厂 不过也不能盲目 要不然被当炮灰 哭都来不及 所以他们逐渐也变成了 世界最贫穷的15个国家之一 说到这儿 大家就了解了 为何用